這兩件家屬有跟我聯繫 然後 就對於有一些報導 可能跟事實不太貼近 第一個 他沒有巨額負債 他大概負債是30萬上下 30多萬 然後 事實上有跟銀行談這個債務協商 那爸爸也不是負債 他只是要讓他自己慢慢來付 所以沒有負債的問題 第二個 他沒有感情上的困擾 以他個人來講 因為這個就是很穩定 就現在沒有交禮朋友 之前有 然後第三個 他這次228這次反台休假的時候 後來回到金門 反台的那幾天 休三四天吧 這幾天的時候 生活非常的正常 然後還有去買了一些軍需品 他爸爸買了一個雞皮的鞋子 所以他的生活都很正常 他是火防兵 就是在離島前的 就不見的前幾天 這個 好像也有長官到 他是做火師的 所以要到那個二膽上面去 然後他還做甜點品 大家吃的 但是他的手藝也不錯 所以 所以為什麼會消失這個 現在是一個謎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原因 他也沒什麼很異狀 然後他是一個阿兵哥 然後他又是只是一個火防兵 他也沒有掌握什麼基民的資料 那為什麼他會消失 那二膽島怎麼翻了又翻 然後當然道路來的那邊的訊息 事實上我們政府也知道了 事實上 只是可能不方便透露 就是我們相關大會 事實上也知道這個訊息 道路那邊有 就起一個人 是一個阿兵哥 然後現在在廈門 是平安的 那後續就是 後續就繼續再看 直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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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